大家好,歡迎來到逆之奇玩遊戲圖 我是你們的導遊阿逆 對馬戰鬼在8月20日推出更新 新增了一期左右給我們探索 拿到新的東西,體驗新的劇情 這條影片就會跟大家看看這些新內容 當然我不會劇透啦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 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功率和資訊之外 還有強迫正發作的白金獎妹收集 以及解答觀眾問題的遊戲實驗室環節 記得訂閱和按一下鈴鐺 一有新片,立即通知你 跟對馬島的鹽原比較 一期島的面積就小很多 但內容方面兩個地方都差不多 就代表了每個活動或事件之間的空白區域比之前少 點和點之間都比較接近 環境亦比對馬島有更多的變化 森林 海灘 類似地平線、植物山在建築物的區域 大家最喜歡拍照的花田都有 過往可以在地圖上進行的活動 例如陪居、浸溫泉、竹場 全部都會在這個DLC出現 如果你在主線已經完成所有的竹場 在一期左右的竹場活動 可以讓你在非戰鬥的時候自動回復決意 當然還有很多新增的活動 攻術挑戰會依據完成時間分為金、銀和3個等級 需要你用到專注 裝備專注護符 完成全部一共8個攻術挑戰 就可以增加專注效果的使用時間 你也可以在動物勝地拿到新的護符 需要控制光點、追究場地來吸引動物接近 除了可以跟動物互動 也可以得到護符 其中一個護符是給你同時寫三支箭 另外還有回憶過去 體驗人小時候的故事 完全沒想過這個DLC會有這麼深入的前傳 例如最近的刺客教條圍境紀元DLC 一般都是比較像玩之線故事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人的故事 看他對不同事的心理掙扎 這個回憶過去就必須要玩了 在對馬島的時候做這些活動 或多或少都要你跟著狐狸之旅才去到目的地 來到一騎島就好像不太見到這個設定 蒙古的巡邏隊仍然存在 沒什麼轉變 但是新加入的巫師就最好先處理他 因為他會幫同伴上Buff 令到他們可以打出更加高的傷害 更加難殺死 一般巫師都會在隊伍的後面 所以要無視其他敵人跑去打巫師 另外一種新的敵人會拿著雙刃刀 被他打中也挺痛的 另外沒有新的架式 但是因為敵人都會轉武器 所以戰鬥的時候轉換架式就比以前更加重要了 在一騎島最難的就是決鬥 可以隨時重玩的 也有非致命的決鬥 用木劍戰鬥打中就會有分的了 打中之後就要等一等才可以繼續攻擊 將決鬥變成比賽的模式 需要不同的策略去應對 完成決鬥之後可以得到外觀 用來改變裝備的外觀顏色 有些外觀就要用花來買的 因為一騎島沒有新的道具 如果你之前已經存下了資源的話 除了外觀你都還可以升級裝備的 你也可以在傳說故事得到新的裝備 一共就有兩個新的傳說故事 新技能有就是有的 但是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遊戲開始沒多久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都是升級騎馬那時候的能力 如果我只是玩主線的話 大概可以玩到六個小時 要做完地圖上所有的東西的話 大概可以玩到十幾個小時 那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攻略或者問題想知道的 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 MINGEBA MINGEBA 不是 跟我不你 說 Pete